你是不是还在一比一比开App来写金额吗 记账的时候要选分类 输入项目金额还有备注 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可以口语化记账的 LINE记账机器人 你知道输入像是晚餐吃的牛排200块 就可以完成记录喔 这支影片要来教你怎么去打造一个 会自动帮你分类记账 直接写入Google试算表的LINE记账机器人 什么叫做口语化呢 一般我们记账要选择类别收支输入金额等等 口语化就是直接把你的记账内容用一句话描述出来 比如我今天买了牙膏100元 我今天领了薪水3万元 我今天中了热透1亿元独得 像我们现在的手机都可以用语音输入文字 这样的记账方式呢我觉得会比起用记账App一个一个输入来得快 不用会写程式 往下呢我们就一步步来教大家要怎么做 Let's go 首先呢我们要用到的工具呢 基本上跟昨天那支 制作NINE AI客服的工具都是一样的 先用到mac.com 然后用到openlauter 最后呢再结合NINE的开发者账号 然后去把它全部结合起来 那我们今天要打造的是NINE记账机器人 我们怎么去做呢 首先一样我们先从mac这个网站去登入 比较详细的注册以及这个详细的步骤 大家如果呢比较不熟的话 可以往前先看前一支的 制作AI NINE客服的那一支影片 看完之后再接续这一支 你可能会操作的更顺畅一点点 接下来我们就登入mac.com的后台 然后点击右上角 创造一个新的场景 看到这个呢都不用管它按XX就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新增一个webhook 点击加然后选择webhook 这边有custom webhook 直接创立 这个名称你可以自己打一个好记的就好 比如说我可以打记账工具 然后IP这个呢空白 直接储存 这边会产生一个webhook的连结 然后我们可以先把它复制下来 点击copy address 接下来呢我们要先去 NINE的开发者账号这边 一样呢我们可以透过NINE去登入之后 进到consult的后台 这边我们要先建立一个新的 provider 好名称呢你可以随便打 我随便打一个创立起来 创立provider之后呢 这边选择 建立一个新的message api channel 这边要建立一个新的官方账号 如果你是自己要记账使用的话呢 记得来建立一个新的来用就好了 账号名称 记账工具 信箱 然后大小分类可以随便选 这个不重要 好往下继续确认 那这边会建议大家不要勾选 就不会有这个NINE商家报的 广告讯息 好这样就建立完成了 再来我们可以前往管理画面 按下同意 然后了解并继续使用 进入之后这边直接按插就好了 然后上方有个聊天 你看他现在状态是关闭 我们可以先点他 然后把聊天打开 加入好友的欢迎讯息不需要 因为这是我们自己要用的 然后webhook要打开 要点击下面这个 开启message api的设定画面 然后启用message api 然后选择我们刚刚建立的那个provider 就是在开发者账号里面去建立的这个 隐私权认识的连结呢不需要填写 直接按确定 再来按确定 好这边呢就会出现一个webhook的网址 就是我们刚刚在mac.com这边出现的这个网址 就记得按copyaddress 然后就可以到这边呢去填写 按下储存 好那官方账号的部分呢 这边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可以在开发者这边呢 左边可以看到你刚建立的provider 点击之后会多出一个我们刚刚官方账号 建立起来的这个名字 好点击进去 选择message api 然后往下拉 你会发现webhook的预设他是关闭的 记得把它打开 然后第2个人也把它打开 好再往下看 这边有个channelssstoken 这个呢可以先点issue把它产生一个token出来 这个等一下会用到我们暂时先不动它 好接下来回到我们的mac.com 这边按储存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 run once 让他先去执行一次来确认这个line的讯息能不能收到 这是我们刚建立的那个line官方账号 那我们这时候可以先试传讯息看看 当你传送讯息出去的时候会看到这边也有接收到 你可以点开这个events 然后把它点开 里面的有message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你的这个文字到底有没有正确 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可以往下来进行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登录我们的open router 登录之后呢在右上角 有一个keys 然后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新的金钥 名称呢同样选择一个你自己好记得就好 然后按下新增 把这个金钥呢复制下来 然后回到我们的mac.com这边 在我们的webhook这边右边新增一个新的模组 然后搜寻open router 点击它 然后选择第1个 这边直接建立连接 点下去 好这边要输入api key 就是我们刚复制的那个api key 把它贴上来 按下储存 好连结成功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填写这两个 第1个是messages 就是讯息的部分 我们点击add item content的部分呢你点击一下之后呢 左边会出现我们刚用webhook 测试的这个knight的讯息 然后你依序把它点开 EventMessage 然后到有text 这个呢把它点一下 它就会加进来到这里 在下面的raw呢 选择user 然后model的部分呢 这边呢我会建议 一样就选择gemini 免费的 就可以了 我这边使用的版本呢是327b 这一个 这边呢不用急着把它建立完 你往下呢先空一行 然后呢贴上呢我在资讯栏提供的这一串指令 那这个呢就是基本的指令可以使用 那我会建议如果要修改的话呢 可以修改支出类别 跟收入类别 你可以增加你自己的上去 剩下的部分呢基本上你不用动 就可以直接进行记账这个动作 接下来我们按下储存 好接下来我们一样可以来先测试一下 点击run once 然后在记账工具这边呢先一样输入一个内容 好它会开始读取 然后呢送到这个AI去 好这边我们可以先点击这个打开来看看 看看呢输出了有没有按照我们的格式来输出 好可以看一下它就是只有输出收支 类别项目金额备注 那这样就没有问题我们就可以往下一步来进行 因为我们最后的步骤呢是要放到Google的试算表 我们就必须要用json的格式把它拆成一格一格 然后来放进个别的栏位 好我们在openhauter这边的右边呢再新增一个模组 这边搜寻json 然后选择这一个 点击 接下来我们要建立这个资料结构 怎么去建立呢 先把它点击之后 打开之后名称你可以自己设定 然后这边按generate 这边要输入sampleData sampleData就是我们刚刚在指令那边贴上的格式 然后把它加上前后的这个括号 就会变成json这个sampleData 我们按generate这边就帮你按照这些格式呢都建立出来 一个一个栏位了 好这时候我们直接按下save json的string呢 这边呢就是我们刚刚从AI那边输出的内容 所以呢我们在 点击这个栏位之后 右边openlout的这个 点击choses 然后再把它打开message 这边有个content 然后点击 输入进来 然后按下save 这边会出现一个错误讯息先不用管它 是因为它不能作为结尾 所以我们要直接把Google ship的部分呢 一次新增完 再从右边的点击新增一个模组 好这时候选择Google ship 选择第1个 这边建立连结 看你的试算表是放在哪个Google帐号 直接去做连结就可以了 然后使用Google帐号登录 好登录成功之后呢 上面都可以不用动 你就可以点击这一个 然后就选择你的档案 看看你试算表的档案在哪里 记得你可以先自己去创立一个记帐工具的试算表 然后用那个名称直接把它加入进来就好 工作表1 这边呢已经可以读到呢 我试算表上面的预设的栏位有这些 这边也开给大家看一下 试算表你记得可以先新增一个 然后呢上面的栏位呢 按照呢我们刚前面建立的那些栏位 的名称一起都把它打上去就好 再来这几个栏位要怎么去填写呢 日期的部分呢 因为呢透过German奶那边自动产生日期一直怪怪的 后来呢我就直接手动来产生 时间格式呢直接填写这个上去 那这个呢我都会放在资讯栏 大家可以直接去复制贴上 收支的部分就直接点击收支 然后类别就一一的这样点击就可以了 项目 点栏位之后再点右边 这个Jackson的部分 拆解出来的项目 好然后最后完成之后按下储存 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来进行一次测试 一样呢我们点击run once 然后呢我们再送出一次这个资讯 确认一下看有没有任何错误 像如果有错误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到底是错了什么 比如像这个Jackson的自串呢 他必须要有前后括号 所以我们要修改一下 打开之后 像我们刚刚的自串点击他忘记帮他加了括号 因为我们从那个German奶产生出来的内容是没有括号的 所以我们这边加个括号给他 接下来我们要run once 再执行一次来试试看 好我们再重新送出一次资讯 这一次你看就没有问题了 我们来看一下Google试算表这边 好有没有我们刚刚的口语化的记帐内容 他帮我们拆解好然后直接输入进来了 这样就完成了这个记帐工具 完成之后呢如果没有问题 你就可以点击这个 把它打开然后储存 这边记得要save一次 这个 储存资料这边设定才会全部储存下来 这个把它打开 然后回到前页来看 右上角如果没有变成on的话呢把它打开 好这样就变成即时的执行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试给大家看 比如说Costco买一位是你花了150 好我们来试试看送出 有没有他这边就帮我记录下来生活日用饼 他会按照我们设定好的那些类别 自己去挑选你花的这个东西 大概是什么类别 然后项目会按照你选的 备注呢就会有那些地点 或者是呢比如说早餐晚餐中餐 比如说早餐吃了蛋饼跟豆浆共50块 好我们来看一下 送出之后你看餐饮 然后蛋饼豆浆放在一起50块 备注早餐 那比如说如果是多项目的话呢 像这样蛋饼50白饭10块 额大间100 那他会变成怎么样呈现呢 我们来送出看看 那么一样支出餐饮 然后这边会全部放在一起 然后数字会全部加种 这样就完成了这个记账的工具 是不是觉得很方便呢 用口语化的方式 就可以简单的去做记账 看到这里呢你可能会觉得 那这样好像只有单向的去记录 如果没有特别去打开Google 试算表来看的话 会不会有漏记录的呢 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再新增一个模组 透过Line呢再帮我们回传一下 就是他得到的讯息是什么 这时候我们也可以点击Line 然后选择第1个 Send a reply message 这边直接建立连结 这边有一个Channel Assets Token 就是在我们刚刚开发者那边 拉到最下面 我们建立这个Assets Token 记得把它复制下来 贴回来 按下save 再来要填写有2个 第1个呢是reply token 这个呢我们点击之后呢 往下拉 会在第1个webhook下面 把events打开之后呢 就会有reply token 点一下他就会加进来了 再来是message 就是呢当他讯息完成之后呢 要回我们什么讯息呢 打开之后呢 选择text 内容呢 我会建议呢 你就可以把 我们刚刚新增的这些项目呢 把它加进去就好 比如说像是 收支 类别 项目 金额 备注 我们只要确认他有拆分出来就好 在前面再加个讯息 比如说我已经寄好啰 这样就好了 我们就按下save 就像我们一样run once 来试一下 一样的内容给他 我们看他跑完之后呢 除了寄到这个Google 试算表里面之外 这边也会回复你 他确定有收到这些讯息 这么一来就会觉得呢 比较有双向互动 会比较安心一点 最后加码分享了两个小技巧 第一个是大家应该也会需要的 就是比如说当我寄账完之后 那我要怎么去 快速的分析 收支这些内容呢 这边我会建议有两个方法 一种方法是你自己先建立好 韩式然后来捞这些资料 另外一种方法呢 懒人一点 你可以把它直接下载成 csv档案 记得呢是csv档案 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我们来到chatgpt直接把呢csv档案拉进来 然后你就可以询问他 比如说2025年的 总支出是多少 他这边会告诉你2025年的总支出是多少 再来呢你可以说 哪一个类别花最多 他就按照呢你的这些账务资讯 然后直接帮你做分析 变成互动式的这种记账分析 所以你就可以透过Night的这个记账机器人 记录好之后呢 再透过chatgpt呢 去做分析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是全家人想要一起记账的话 也没有问题 你可以请你的家人 直接加入你这个Night官方账号 然后用一样的口语化方式 直接记账进去就好了 如果你想要区分记账对象的话呢 之后呢我们会在会员频道的部分呢 还有再更进阶的教学哦 只要简单花个20到30分钟 做好一次性的设定 之后呢你就可以轻松的记账 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AI结合生活的内容 记得把按赞 订阅留言分享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你还想要用Night或是AI 做怎样的工具呢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囉 拜拜